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说反手拉球这个问题 一直都是一个照点是在右腿还是在左腿 一直都是一个网络上就是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 争论的一个话题 那咱们先咱今天先不争论 咱们按原理说话 按原理说话 咱们先看王曼玉 你们觉得他现在这个拉球重心是在左腿还是右腿 这样 可以再近一点吗 再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看王曼玉的拉球 他是在左腿在右腿 中间是不可能的 中间你要在中间的话 你哪都使不上进 来大家看一下 你们觉得他拉球是在左腿在右腿 你看有说右的有说左的 还是一半一半 然后呢我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正手拉球是在右腿 这个没问题 这个谁来了 就是我是右手的啊 我是右腿就是我的左腿呗 谁来了都得在左腿 这个跑不了 没有人是在腹腿拉球的 这个跑不了了 但是为什么反手拉球它跟正手不一样呢 大家有没有能给我解释出来的 为什么那你按道理来说 正手也在右腿那反手不就在左腿吗 对 然后我告诉大家啊 呃 因为什么啊 你看啊 我们正手拉球 往后来一点 好 大家看啊 我们正手拉球的时候在右腿 这没问题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啊 蓄到这条腿 我们腰也是往这边转的 腰往这边转的啊 看我们转完以后 我们的手是在身体的右边的 看见了吗 是在身体的右边的啊 然后我们蹬腿的时候 加上转腿 我们能把这个力量给它收得住 那我问大家一下 那我们反手 能不能把胳膊拿到左边去呢 拿不到 因为你胳膊本身就在身体的这边 所以说你没法做到一个像这种造型 压到左腿 去这么去拉 谁能这么拉 谁也不可以 对吧 那么跟正手相同的理论放在反手它 这个理论就是错的 同意吗大家 大家同意不同意 如果说 如果说我按照正手的理论 去跟大家拉反手 那个 那个 克福 在网上找一个格林卡的反手 拉下选 叫格林卡 那叫父亲父亲 你找一个吧 我先给大家讲 就纯拉下选的 来 我现在按照正手这个理论 去拉反手 你看第一 我手 我再往这边伸也就到这了 对不对 那么 我再压到左腿上 我再去用腰 这么去拉 那么我这个力量发到这以后 我收不住了 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卡住这个力量 你们觉得往哪收呢 往哪收 没有集中点 这个力量是感觉放出去 你控制不住的 以正手拉球的原理去拉反手 那为什么正手能控制住呢 因为正手的发力 在这的时候已经把力发完了 到这的时候 我们靠的是左腿的支撑 来顶住右腿的力量 靠的是腰腹的绷住 靠的是前臂的收缩 我们把这个力量最终 给它控制在了 整个身体的核心内 我们把力发出的力收住了 我们还可以去连续 那么反手能做到这点吗 能吗 做不到 对不对 而且我们正手 为什么正手可以拉所有的点 这儿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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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都可以拉 反手为啥不行 反手你手过不去 你不可能说你把手放到正手拉完 正手拉完手 手在这 反手拉完手你放在这吗 你不能 所以说正手拉球的理论 放在反手就是错的 那我们拉球还要用上腿 腰 胯 我们还需要去转腰 转腰吗 得转 但是怎么转 用腿吗 用 怎么用 需要一个方式方法 没错 没错 我们需要把腰腿胯 他们互相怎么合作 能把这个力量 即发的出来 还能收得住 还能在比赛中用得上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说你像格林卡那么拉 你给我背多球 我也可以轮 那轮丢就轮丢吗 无所谓 比赛你有时间轮吗 你没有时间轮 你没有时间轮 而且这种力量 你是根本收不住的 从古至今有几个格林卡 而且格林卡的 普查尔拉球 你们仔细研究过吗 你们没有 你们看的都是表面动作 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 马龙跟那个孙敬沙 正手拉球一样 我不给你讲那些细节 你永远都不知道 那么反手的细节 你们看表面一样 是看不出来的 同样道理 细节 你看吧 来咱们再看一下 王曼玉的 他是像正手拉球 这样拉的吗 他是像正手拉球 这么拉吗 不是 大家看他 大家注意一点啊 他整个在拉的时候 这个腰是这样 给我出来 你们再看一下 他腰是这样 出球以后 拧着往这边转 带着手腕一起转 腰转 手腕转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今天就是给你们细节 来 看一看 找到了格林卡的上旋球 反手 也可以吧 有下旋吗 没有 下旋 我看看啊 是不是 大家看啊 我跟大家说几个 说几个细节点 你们看一下 王曼玉在 触球之前的手腕 是不是这样的 看 他已经 手腕 一 压平 二 转到头了 已经 看 是不是 来 克福把那个 在他触球前 刚拉完手 这下 把他停住 暂停 对 来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停了 你就停 大家没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 看 是不是板头 已经对着自己了 这还停慢了 你看 这是他 你看大家看一下 他在触球前 球在哪呢 球在这呢 我给你指下球的位置 大家可能有点看不起 球在这呢 也就是说 他现在离球 也就不到一个板的距离 看见了吗 太好了 球在这 板在这 那他是怎么对着球的呢 我告诉大家 他此时刻什么动作 他现在手上是这个动作 他球在这 球在他的手腕旁边 看见了吗 那他该怎么去把这个球拉伸 他这么拉吗 这么拉不行 这么拉怼出去了 对吧 他还得用上手腕 还得用上前臂 所以说他是怎么了 他是把这个球 转起来的 转转转转 通过手腕这个转动 加上前臂的转动 加上腰的转动 一起把球给他转出去的 来 放 放视频 来 再看 再来一遍 球我们没有点关注的 跟我们点不关注 对不对 别着急 咱们慢慢讲 今天必须让你们 就是给你们细了细了去讲 对 细了去讲 那我们 我现在给大家讲 咱们进入主题 咱们看 王曼玉的重心 你看啊 我告诉你 王曼玉那个重心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来 大家看一下啊 王曼玉在引拍的时候 他的 他的这个 右跨这个位置 有一个往里去 往里去 他往里 往这个方向去转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 转腰的这个部分 倚到这边来了 倚到这个 竹腿上来 你看 有一个这个动作 大家再看 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到那个位置 暂停一下 往里面 往右肩去 往里面 往里面 有一个 这个动作 看见了吗 再来一下 暂停 看见了吗 右 偏中心 来 不用暂停 放吧 来 大家看 大家就看 你看他有没有 往右边 看 看 看着球 往这边 倚了一下 也可以说之为啥 让了一下 那我问大家 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们肯定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因为只看表面的动作 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为什么 可能看了我们直播的 听过我之前讲过这个方式栏权权 大家可能有懂 有相对明白一点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看过的 你肯定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是这样 他往这演一下是为了啥 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 你看啊 你要往这边 你会觉得这个力量 全在这边 你这个力量 大家看啊 左右的力量 看一下 左右的力量 能发生力吗 你感觉你自己 腿使了一点劲 腰 腿 其实它跟球 你看 它是使不上劲的 你们自己去做一个 左右的这个力量 它是使不上劲的 顺劲的 对 顺劲的 乒乓球最怕使得 最怕顺劲 乒乓球需要什么 需要憋劲 你只有憋上力了 你才能使上劲 大家这个能听懂吗 我们怎么去憋上这个力量 怎么要腰腿胯 他们来憋上这个力 又能用上腿的力量 蹬腿的力量 又能用上转腰转胯的力量 看 这个一下的 细微的这个动作是很重要 对 这个细微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没错 看到了吗 我们就是利用 两个腿 你看我现在两个腿 我们往下来的时候 看着左 右边这个 这一下 往里边 往右腿去 像倚着右腿往里转了一下 但是此时时刻 大家记住 你的左腿不能伸直 你不能一转成 转成这样 那你所有的力量 全部没有了 你的左腿还要在这支撑住 你们左腿 还要在这支撑度 这个很重要 这一个细节 这样跟这样 完全就是两个结果 你这样的撑住了以后 它往里面一转 你会发现这力量在哪呢 力量变到这来了 在这呢 你再往里转 转不进去了 变住了 明白了吧 看 变住了 我们再倚着这边去往处转 转的过程当中 你看 你把你憋住的力 靠你的左腿一蹬 左胯一顶 是不是就形成 王曼玉现在拉球的动作了 王曼玉拉球的重心了